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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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Tony 我现在在杨明山国家公园 杨明书游客服务站 今天要来造访附近一条新完工的步道 紫明溪步道 不過杨明书我很多年沒來 就先參觀杨明书 待會再走步道 杨明书游客服务站 參觀重新賓館必須購買門票 而且有場次限制 遊客服务站只有免費展覽館 大藝館及大宗館 我們等候上午9點10分的參觀場次 現在還有時間 先逛逛大藝館 這邊展出的是中新賓館的內部橙色 上一次參觀已經是將近20年前了 前面階梯通往大宗館 這裡是遊客服務站 這個區域是可以自由參觀跟拍照 待會進入中新賓館的室內 就不能拍照錄影了 好 出發了 戶外可以錄影 待會進入室內就不行了 那我帶大家可以進來體驗一下 這是龍柏 本來是要種植梅花 但是因為排水不良 所以梅花長不起來 後來就改種龍柏 前面這空地早期是一個直升機起降場 停機坪銀色 這是銀色 中新賓館的區域總共有四道防線 以保護國家元首 這條巡守步道長約1.5公里 沿途有銀色、碉堡、鋼廳 這裡有一棵老張樹 張樹依舊在 老蔣已不在 鋼紹已成空 下面這些都是軍官的宿舍 大門口有暗哨 暗哨從這邊進去 中新賓館 上一次造訪是2003年 這綠色建築是保護社 把授字拿掉換成千秋萬事 這裡原本是個授字 蔣介石總統逝世之後 國民黨將他改為千秋萬事 中新賓館原來是 國民黨管理的 後來還交給雅民山國家公園 我們現在進入中新賓館 接下來就不能拍照了 對面是沙漠山 對 這戶外陽台可以拍照 中新賓館這台中式庭園建築 由黃鮑魚設計 農工處建造 1968年11月12日開工 歷史一年完工 我們現在來到戶外了 這是中新賓館 是蔣介石總統在台灣最後興建的行館 作為避暑及招待賓客之用 你去那裡 只要下門外圖 是蔣介石總統 他 在餐廳上 不可以 不可以 請 請 差不多参观了一个半小时 我们现在离开中兴宾馆了 今天第二天次的游客已经进场了 我们现在进入森林公园 中兴宾占地15公顷 原为阳明山同军营地 因蒋介石看重这块土地 新建中兴宾馆 所以将同军营地迁移至现在的阳明山苗圃 谢谢谢谢 欢迎我们下次再来 我们接下来去参观一家大宗馆 大宗馆 大宗馆展出阳明山国家公园相关的资料 这是以前存放大西档案的库房 所以这个门非常的坚固 这个门有30公分厚 是摆设重要档案的地方 现在变成展览馆了 大西档案 又称蒋中正总统档案 现在档案已移交至国事馆典藏 里面的展览资料很丰富 回首来时 记忆阳明影像展 我们现在离开阳明苏游客服站 走往紫明溪步道 大概走三四分钟 就看到步道了 这条马路是中心路 通往阳金公路 旁边这里就有紫明溪步道 可以环绕一圈 我们先取右行往下走 紫明溪步道 这是新文宫的紫明溪步道 全长差不多800公尺 就沿着紫明溪的溪岸而行 紫明溪是黄溪的上游 也算是一条温泉溪 这是温泉出水口 哇 整个溪泉溫泉有黄位 前面有小水泥桥 过桥到对岸 然后再从另外那边往上走 到这里几乎没有吸水了 好雨期间请勿进入 爬上来了 左侧支线步道 往中心路 这里是洪峰平台 我们继续往前走 这边爬坡上去 就抵达阳金公路 步道的出口就在中心路 来进攻入入口 紫明溪导览图 我们刚从杨明书走过来 从这里进入紫明溪步道 绕了一圈 抵达中心路入口 我们到时候就走到入口平台 然后再从这边进入紫明溪步道 回到杨明书 刚好是环绕一圈 中心路 现在飘起某某雨了 气温大概只有六七度 这里是紫明溪步道 这里是紫明溪步道的入口平台 进入紫明溪步道 我们从这里离开步道 走往杨明书 我们回到杨明书游客服务站了 回到杨明书停车场了 这里是智能游馆 早期有车库 雕渡室 通讯办公室 警卫班 雕宝等建筑 造型独具的车库 屋顶层V形状 是蒋介石总统在台湾 保存最完整的车库之一 紫明溪步道是一条很简短的步道 所以如果要造访治疗步道的话 建议也可以顺访杨明书屋 那我们今天的杨明书屋 紫明溪之旅就在这边结束 谢谢收看 我们下次见 拜拜 by bwd6